郭文貴 張宇人 李宗盛 郭文貴 張宇人 李宗盛 郭文貴 張宇人 李宗盛 好 那今天我要談的題目就是 竹夢法國 那等一下如果同學有問問題的話 那我請幫我選同學 那一位第二位問問題的同學 那第一位第二位問問題的同學 我會給他我寫的書 竹夢法國 好 那這個題目我們要談的內容 就是我在法國的生活 還有為什麼我要去法國這些事情 為什麼會選擇法國 好 那第一個title就是 如果這邊有法文系的同學 就知道這個就是法文的為什麼 很簡單 為什麼 那發音就是 如果你要很簡單的發音 你說不瓜 法國人大概也聽得懂 那為什麼要去 我在大學的時候其實 會有準備要去留學 那就後來在學校當助教 那時候我還是想要去美國留學 一直想要去美國留學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準備我的托福 那後來也去補習 有一天 突然覺得不對勁 我去美國跟人家有什麼不一樣 就算我可以唸很好的學校 我覺得我回來還是沒有跟人家不一樣 就算我可以唸很好的學校 因為大四的時候 你要修多少學分 才能讓你進步到多少的成績 那你因為大四的時候 通常大家會去修一些營養學分 那通常GPA你可以預計說 每一個學分都可以拿到四點的GPA 那你就可以算算看 比如說像我那個時候 我可以預計說我的GPA 我大三的時候算3.0 然後呢 我如果要進步到3.1還是3.2的話 我分別在大四的時候要修多少學分 然後每一學分都要80分 你可以算算看 結果我那個時候去 算是說 我如果要拿到3.3的話 那麼我大四 我每一個學期都要修23個學分 那不可能 哪一個大四的同學會這樣做 所以我目標放在3.2 那所以我上學期修了9學分 下學期修了9學分 我就 我就會拿到3.2 結果呢 那這個 好止不止我算錯了 那國文 本來應該三學分 我算成四學分 結果我後來的GPA是3.19 那 就是在 有一天我覺得我 我不應該去美國 因為我去美國 跟人家有什麼不一樣 那 另外就是說 你周遭的同學 周遭的親朋好友 你每一個 每一個親人大概都可以講得出說 你在美國 有什麼樣的故事 那 有 美國的生活是怎麼樣 你大概都可以 聽很多人講過 或者你自己有體會過 但是在 其他的國家 對於我們台灣人來講的話 都還蠻陌生的 所以我覺得去美國 好像不太 不太對 尤其有一些人喜歡說 國外怎麼樣 那事實上 他那個國外 就等於美國 那我自己 事實上 不是很喜歡這個樣子 描述的方式 如果說 台灣的國外 就是美國的話 那美國的國外 就全部都是台灣 這樣也不太對 說更 更 更不會支持我 說要去美國的這樣一個想法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如果去美國的話 算過我的錢 大概 半年我就要回來的 美國的學費都非常貴 那 我也不是在一個很有錢的家庭 那雖然我有當了助教 錢也不是很多 所以說如果 我拿不到獎學 那我根本不可能在美國活 活超過半年 那所以在當助教的 當中 我後來想一想 另外就是說 我有法國的朋友 在法國留學 所以說 我就選擇了去法國 這個事實上 對一個人 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我從來沒有學過法文 那 我就要從頭開始 在當助教的第二年開始 也就是畢業後 一年以後 我就決定我要去法國 那助教的第二年開始 我就開始在 學院裡面的法文系修課 那時候有幾個不錯的老師 跟我講了一些課要去修 那我修了以後發現 我在法文系修 實際上 比 後來去法國念語言學校來 那個 的課 還來得有效率 認識 法文更有效率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這件事情 好 所以說 留學就是美國 在我們那個年代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大部分選擇比較多 有加拿大有澳洲 有日本 有新加坡 選擇會比較多 當年我們都認為留學就是美國 另外就是 學費嘛 剛剛有提過 在美國的學費是很貴的 那法國呢 法國的學費 所以我 的那個年代是台幣 一年台幣 七千塊台幣 那現在的話 我一個學生去年 前年才從法國留學回來 他的 學費是台幣 一年台幣一萬塊 跟各位每一學 三五萬的這個學費差的非常的多 所以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我選擇去法國 那另外就是住屋的補助 法國的社會福利 做得太好了 我覺得太好了 給太多福利了 那他不管你是不是本國人 只要你在法國有合法的居留權 你的前一年的收入不超過 某一個限制以上的話 那你就申請他的租屋補助 那通常像我們 我們這種沒有獎學金的學生 可以拿到租 你租的房租的一半的 一半的 這個是很多 對於一個留學的經費來講 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補助 一般來講你的 你的生活費 大概在住上面 都要花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就你整個月的花費 大概要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住的上面 有一半的補助的話 是一個很大的補助 你可以拿這個錢 是好一點啊 去玩啊 都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才跟我法國同學說 我又不用繳稅 來到你們這國家又不用繳稅 你們還給我住屋補助 真好 好 那另外就是說 台灣很少人 比較沒有那麼多人是法國 特別在科技方面也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說如果能夠去一個地方 是台灣人 不是那麼熟的 那就 比較容易產生自己的價值 在那邊 所以我回來 其實有幾件事情 比如說 第一個我寫書嘛 這個書可以賣 第二個就是說 我還幫奧林匹亞的物理競賽的題目做 從松文翻成法文 那時候是師大辦這個競賽 那一年 那他們找我去當那個題目的範圍 這些都是額外的這些回饋 去法國的回饋 好 那我們來談一下法國的高等學制 在我那個年代是長這個樣子 那現在那個年代會有點差別 我會談 那大學入學考叫做Bak 簡稱Bak 那麼他們學士是三年 他們三年 念三年以後 他就給你一個學位叫做學士學位的 然後呢 再念一年呢 他就給你一個碩士的學位 那所以大學念完以後 我到了那邊 我就其實就等同於他們的碩士學位 我就可以從他們的這個DEA 這個叫做博士的 博士的班的課程 他先念一年的課程以後 然後做三到 兩年到三 三年半的就 這個地方的話就不再有課 也不再有考試了 最後就有一個口試而已 就沒有指的 比試 就不再有了 所以他的高等學制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就從這裡開始念 DEA開始念 我就不念前面的碩士 雖然我只有台灣的學士畢業 那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念 那有很多 連法文系的同學 都敢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從DEA開始念 他們都很謙虛要從碩士開始念 因為台灣 你學士念完就是念碩士 事實上 如果法文系的同學的話 我也呼籲一下 我有朋友也是從DEA開始念 他們是法文系畢業的 他們畢業以後 直接從DEA開始念 那可是現在 現在學位改了 所以 有點不一樣 他們學位改成碩士班兩年 其實就等同於 把這兩年合在一起 所以我現在不曉得 能不能從碩士班的第二年開始念 這個我就不確定 現在又沒有那麼好 沒有優渥的這種條件 那麼在法文的論文呢 它有這樣的一個規模 就是你在行政上面 你只要註冊三次 你在行政上面 就有資格可以畢業 另外一個條件是說 你的指導老師要同意你畢業才行 註冊三次 各位可以想想看 就是說你兩年已經念完 我待了兩年了 那第三 第三次註冊就是 兩年結束的那一次註冊 事實上你就可以畢業了 那我是花了 那個兩年半拿到學位 我兩年半以後 我就口試就畢業了 事實上我的 我的工作事實上 在兩年我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 我就開始寫論文 然後一方面做我的博士後的 的那個工作 然後 所以 我在還沒有畢業之前 事實上我的工作 都已經完成了 好 那所以我的 我的學期路程就是這樣 在 大學畢業之後 當了兩年助教 那麼 去法國先念一年的語言學校 那我剛剛說 這個語言學校這件事情 就是 台灣念比較有效率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老師呢 他會給那個 法文系的老師都會給那個 公式化的那種 那種 解釋 你什麼主詞加上什麼 詞 那時態要怎麼變化 加上什麼授詞 會很清楚 可是法文系的老師不 那個法國的語言學校不見得是 這樣子 有的題目會這樣子 有的不會給你這麼公式化的東西 所以你要背 真的很 很 很 比較 比較沒有那種次序 那有的時候 教這個 語音發音 有的時候教文法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系統 但法文化就系統 非常有系統 然後另外就是 在語言學校呢 有很多那個 歐洲的 國的同學 比如說義大利 或西班牙的同學 他們的語言都是 拉丁語系的 法文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義大利文 葡萄牙文 這些都是 那就像是我們 國語 廣東話 客家話 這種感覺是一樣的 你懂 你懂 客家話 你懂廣東話 或者國語啊 這樣子的感覺 或者台語 那結果就是說 在課堂上 有西班牙的同學啊 他們就會可以 比較聽得懂老師講什麼 然後就可以開始 跟老師問問題啊 交談啊 那結果我們這種 東方同學 就只好在那邊玩手指頭 因為聽不懂他們的 那我記得這個 我旁邊一個 日本同學就是這樣 他在我筆記本上面 寫一個疲勞的疲 因為他認為我 是覺得很 很沒勁 因為聽不懂他們在幹什麼 所以 就是一堂課裡面 有一些時光 是這樣度過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好像沒有 沒有什麼效果 那倒是台灣的 如果你有機會 在台灣發文系 學課的話 那這個是 還蠻有效率的 覺得會比 可能會比那個 師大的語言中心 更來得有效率 因為師大的語言中心 他們用的那個讀本 你要讀 課是 比如說是文法 第二課是 第一課比如說是 單附數 第二課就跳到實態 第三課又是 別的題目 這有時候 你不是那麼系統 但是發文系的課 就是 文法就文法 那他會把文法 每一章節 一個一個重要的主題 拿出來學 那你會學得很有持續 那語言學校這樣的過了一年 在裡面其實比較大的收穫是 知道法國學生的習性 第一個比如說他們的那個 那個罷課 很好笑 我們是付錢去上語言學校 好像應該是我們比較大 老師來 老師來是要教我們的這些課的 那有一天老師跟我們講說 明天不要來上課 因為大學部的同學呢 他們明天要罷課 所以老師可以不要來 那老師可以不要來 你們同學也可以 變成好像我們是 我們是跟一樣要去罷課一樣 那這個是他們的文化 所以每一年 這個學生 每一年學生都會罷課 然後那個醫學院的學生 那個實習的醫生 他們每一年也都會罷課 他們會抗議說他們被虐待 那個實習醫生總是要被虐待 每一年都看到很多醫師跑 在街上走了 就是那個實習醫生 然後還有就是 很多示威遊行 比如說我第一天到法國的時候 就常到這個 我在巴黎機場等我一個學長 來接機 我等了三個鐘頭 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打電話去他的書 不清楚嘛 那時候法文不好 他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是沒有看到他人 整個巴黎機場被我走透透了 我就是看不到他 後來我在那邊等了三個鐘頭 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他出現了 他跟我講那個巴黎地鐵大罷工 他沒有辦法過來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有好幾次了 比如說那個巴黎 那個工人 把整個巴黎的每一條高速公路 通通用那個貨櫃車 通通堵起來 所有的貨櫃車進不去那個 巴黎裡面 那會造成什麼 會造成那個兩個禮拜 下來那個每一個巴黎裡面的超市 那個架上的東西 全部都是空的 買不到東西 變成這樣子 很慘 還有一年是那個 所有巴黎的公共交通工具 全部罷工 你自己想辦法 看你住多遠 你就自己想 有的人就騎腳踏車 住遠一點的 看你要搭便車還是怎樣 隨便你 那就每一個人都很難過 還有就是西班牙人也會到法國來 也會到法國來示威遊行 他們抗議法國人把那個 不進口他們的那個草莓 他們就把那個草莓開著卡車 到那個高速公路上這樣倒下去 再回西班牙很慘 這就是歐洲的文化 就是罷工 遊行罷工抗議 常常可以見 三不五時就看到 好 但是就是也沒有那麼危險 比較少的是暴力 打架的就比較少 但是到那個東西就沒有打架 你把那個貨櫃車堵在高速公路 沒有打架 那台灣也沒有打架 相對來講 好 那念完一年這個DEA 在波爾多 我們 我是那一年 第九名 畢業的 我們同學總共十四個 所以 我還不是最後一個 我後面還有五個 四個法 五個法國的笨蛋 在我後面 好 雖然我聽不懂 有時候事實上真的聽不懂 那聽不懂這件事情也可以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學科學的還好 就是說老師如果 在黑板上寫公式 我們就比較容易了解說 它是什麼意思 它推導我們就了解 那物理意義有的時候就伴隨著了解 但是有一些學科就不是那麼的簡單 那我就 其實我很佩服那些學文學的同學 我去過 我去過一個巴黎大學 第五大還第七大 我忘掉了 去看 去看聽他們的 旁聽他們的課 那個課是戲劇系的課 那他們那一堂課呢 叫做 Illizibility 他中文的意思就是說看不懂 他為什麼看不懂 因為那個劇本 有一些劇本是很抽象的 他是看不懂的 那那一堂課就是 怎麼去讀那個看不懂的劇本 那那個老師呢 在黑板上面兩小時的課 就寫了幾個字而已 兩小時的課全部都用講的 那如果說 如果那個 法文不夠好的話 其實根本聽不懂他在幹什麼 我還蠻佩服那些法 在法國念那些文學藝術的同學 他們真是要很辛苦 所以 這個念完了以後 就花了兩年半的時間 拿到這個口試以後 1998年3月口試 然後就畢業 然後做了大概快一年的 十個月的那個研究 幫他們做了一些原件出來以後 給他們做實驗 然後這一年我回來 本來我的老師還要留下來 叫我留下來去他們的公司工作 我跟他講我受夠了 回來 不過他也知道我在開玩笑的 我跟他感情還不錯 好 那我念書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這邊 我念博士的地方在這邊 那這個整個是法國 這裡是法國 這裡是法國 這裡是巴黎 各位如果還記得巴黎的地理的話 我念那個語言學校跟那個 DEA的地方在這邊 那麼 我念語言學校跟DEA 要念完以後我要申請DEA 要申請一遍 所以我法國各地的學校我都申請 那後來 後來 我接受 我有多第一大學接受我 那時候我念的是電子的課程 那念完了一年的DEA以後 申請博士 還要在所有的學校寄一次資料 這是很辛苦的事情 然後呢 後來呢 有一個學校 叫我了 在 本來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叫科諾普勒 那這個地方是 有人稱這個地方是法國的系國 很多 那個半導體的公司都在這個地方 那我就從這個地方呢 坐火車去那邊去見那個老師 那那個老師跟我講說 他要我留在這個地方做研究 可是呢 沒有獎學金 那時候我算一算 我如果要靠我自己的錢 我大概可以活三年 應該可以撐得過去 所以說我就 我就跑到這邊去呢 他就 他答應了之後 我就回來 跟我們實驗室的主任講說 這個地方 一個湯姆森公司 他們做那個 那個 平面顯示器 就是這種 電腦的顯示器 那時候還不紅啊 那時候平面顯示器還不紅 那 他們 湯姆森公司說 要我 要我留在這個地方做博士後研究 博士的研究 然後呢 是做他們的題目 那 那天呢 就跑去找實驗室的主任 蔡博爾多實驗室主任 那他說好啊 這樣 反正留下來 他多一個學生 多一個幫手 和樂而不為 那天出門之前 我去找那實驗室的老闆 主任呢 出門之前 我的房東 留了一個指 就是說 我的 有一個大學的那個 老師打電話給我 那我剛好不在 所以他留一個指條給我 要我回電話 那 我後來就去找那個實驗室主任 跟他談了以後很高興 他說要 我可以留下來念了 我當然很高興 然後回來以後想說 因為這個 如果申請別的學校電話是 信是我寫的嘛 所以我最好還是回給人家說 打個電話給人家說 我不去了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 博士可以唸了 那我看到電話停了 我就過去打一個電話 那你們知道那個打電話 是在 在外地 在國外的地方 打電話是最難溝通的 你面對面講話 你還可以比手畫腳 但是打電話你根本 有時候你聽不懂 你就是聽不懂 你不可能 不可能叫他再重講一遍 或怎麼樣 他再講一遍 或者再解釋一遍 你可能會更複雜 更聽不懂 好 那我就打電話過去 所以 那個老師跟我講 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說他有一個論文的題目 要做什麼 然後我完全聽不懂 我只聽得懂 雷射啊 鮮啊 這些字 其他字我完全聽不懂 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我想說 等他講完以後 我再跟他講說 那個我這邊可以念的 結果他十五分鐘二十分鐘 講完以後 他跟我講說 這是有合約的 他有合約 各位如果有 在念碩士博士班都知道 如果有合約的話 他是跟法國電信公司有合約的 只要一個計畫是有合約 他裡面就有獎學金 那所以我就問他說 那 有人事費嗎 他就說有啊 一個月是 那個髮廊是一萬塊 髮廊一萬塊 那時候台幣匯率是一比五 所以我那時候的薪水 是一個月是台幣五萬塊 好 那 那個 當 那就是 血脈膨脹 好 然後 就剛好這個呆掉 不知道怎麼辦 就很高興 那後來我就去 後來我就去這個 波爾多的實驗室跟那個主任講說 我有那個獎學金了 所以我沒有下來了 那所以我就到 我就到這邊去了 這個 這個就是一段 這個 很奇特的故事 命運就是這麼玄妙 這是最後一個人跟我講 他是最後一個老師跟我講說 他 他要我 前面幾個學校其實都 那 其實那個拒絕性 就已經看到習慣了 你知道嗎 那個拒絕性 你只要看前面兩個字就知道 他如果寫前面兩個字說 我 很遺憾 那你後面不用看了 他就一定是後面拒絕了 那去法國之前就要學法文了 那 第一個就會 你會決定說 你到底要不要學法文 因為聽說法文很難 那 我自己學下來的經驗 我是覺得法文沒有比英文難 他第一個簡單的事情是 他的發音很簡單 你只要學 你只要去背那個發音規則 大概只有三頁的東西 哪幾個子音要發什麼音啊 哪幾個母音合起來要發什麼音 你把它背起來以後 你所有的報章雜誌 你通通都會唸了 99%的字 你通通都會唸 當然有幾個字是特別的字 你可能不會唸 但是幾乎 幾乎99%的字 那 相對來講 英文各位從國中開始 你就知道 什麼 兔爾 布克 他那個 歐歐你都要背 是什麼 背到 不知道 考試會不會過 現在我都忘掉了 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可是法文就不會啊 你不會忘掉他發音的規則 如果常常接觸的話 你就不會忘掉 那沒有那麼複雜 那 那 有幾個 很特別的事情 比如說他有一些 英文來的話 比如說那個 FBI跟CIA 一個好像是聯邦調查局 還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 國安局的 那 那個 他們很奇怪就是 FBI呢 他就唸 FBI 啊 可是那個 CIA呢 他就用法文的 念字母的方法 就是CER 就很奇怪 他們習慣啦 那個字有時候來的時候 某個人怎麼唸了 以後他就跟著 之後的人就跟著那麼唸了 那比如說那個 E-mail 他們就唸E-mail的 就是前面的 就跟英文很像 可是後面又要跟法文一樣 還有Internet也是 他們是用法文的發音 Unternet 可是 最後的T 通常法文是不發音的 可是他後面那個T還是發音 就很 就變得很古怪 但是那種 聽了一遍你就知道他怎麼 他是 以後你就不會忘記 好 然後迪克森騙語 我們高中的時候 唸 背到很痛苦 什麼東西等於什麼東西 等於什麼東西 你永遠不知道 美國人是用哪一個 哪一個字 用哪一個字 你根本不知道 可是法文沒有這個東西 幾乎沒有 有幾個 有幾個常用的東西 你只要知道了就好 沒有那麼多 要背 那 那這個就省很多事情了 那法文比較麻煩的是這個 動詞變化 有12種時態 其實也不是每一種 通通通都要背起來 你常用的現在式 過去式 未來式 進行式那些 你背起來以後 那就足夠用了 那他麻煩的是說 英文的話 你只有第三人稱單數 你要加S 可是呢 就是 法文的話 每一個主詞 他相對的那個動詞 他的字尾都有他 他要求的變化 這是他麻煩的地方 那 就是習慣啦 就是你多唸幾次 你其實就會背起來了 其實語言都是背的功夫 然後法文最後一個麻煩 是他陰陽性 這個陰陽性呢 沒有規則 一個桌子是陰性 一個椅子是陰性 一台 是中性 他是陽性 可以說是陽性 這種東西沒有規則 你就是死背 那 那怎麼樣 比較容易背起來 就是你犯錯 你就會容易背起來 比如說我有一天 我要去買Pizza 買一個Pizza 我怎麼講那個老闆 就是聽不懂 我們台灣就習慣說 我要買一個Pizza 第一個 他發音的話 這個ZZ就要發Z的音 你如果說Pizza 聽不懂 他一定要發成Pizza 他在聽得懂 第二個 Pizza Pizza是音性的 所以我那天 一直在講 Pizza 按就是陽性的 後面的名詞是陽性的話 說一個的話 就要說按這樣子 我說按Pizza 那個老闆怎麼聽都聽不懂 那後來我說韻了 韻就是音性 後面的東西是音性的話 前面的那個E就要說韻了 我說韻了Pizza 後來他才聽懂 那像這樣犯錯的話 我永遠記得這個Pizza是音性 那有些字的話 像那個TION結尾的 那全部都是音性 那個也沒有什麼規則 它的規則很確定 就是TION結尾都是 通通都是音性 那也不會說太麻煩 那有一些字就是 像書啊這種 好像沒有 沒有說它一定是陰陽性的東西 就是你要硬背 這個是這一點比較麻煩 比如說這個動詞 這個動詞是吃東西的吃 那各位如果前面同學看得見的話 它每一個動詞 這裡是我 你他 我們你們我 他們這樣子 那後面有藍色的部分 就是它字尾的動詞變化 要把這個ER拿掉 其他的接後面的字母 那每一個動詞 每一個動詞在現在是 每一個主詞想對應的 都有它的動詞變化要背 然後這個是過去式 然後這個是 這是美式 然後還有 還有很多 總共有十二個時態 那事實上沒有那麼多 真的會用到 像這個時態 八十三百 如果法文系的同學知道的話 這個時態只有在 古文裡面才會看得到 如果我們去那個 譬如說羅浮宮 你看那個 畫下面的解說 法文解說的話 它就會用這種時態 用這種去解釋以往的時間 那它會用這個時態 那通常你看不懂就算了 你不需要去懂那些畫 除非你是學藝術的 那你也要懂一下 那不然的話 你真的還用不到 那有的時候 我就很懷疑 我同學 法文 法國人 他們真的記得住這麼多時態嗎 我就會特別去挑一些那個 根本用不到的 像剛剛講的這種時態 根本用不到 或者是後面更麻煩的時態 還真的他們還記得住 到了二十幾歲還記得住這種時態 還真的不是 他們還真的記得住 我以為他們都會忘記 這很神奇 法國的生活 這個實驗室裡面 法國實驗室的管理 跟台灣實驗室的管理不一樣 台灣一個老師就是一個實驗室 如果你已經有那個碩士班 或博士班的朋友的話 那在法國的話 他們是用一個組 當一個實驗室 或者是一個實驗室裡面好幾組 那一個組裡面有好幾個老師 然後有好幾個學生這樣子 那有時候 他們是以組為單位 他們的組就有一點像小的系 五六個老師 就這樣的一個單位 那如果是台灣的話 一個五六個老師大概可以成立一個系的 或者一個 他們的座起大概是這樣 早上九點到大概到學校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跟每一個人 那個寒暈一下 那男生跟男生寒暈呢就是握手 那男生跟女生寒暈的話就是親臉頰 所以各位看那個什麼奧斯卡 男生女生親臉頰 男生親女生的臉頰 或者是碰臉頰 這種就是法國的每天都要做的習俗 不管他是 比如說我的話 不管他是阿嬤或者是小姐 或者是小朋友 那都要 你都要接受這樣的事情 那女生跟女生的話也是親臉頰 那男生跟男生有沒有親臉頰呢 有啊 有的是父子啊 他們如果關係好的話也會親臉頰 那我有時候會問我同學 說看到 我問一個女同學說 如果你看到一個很帥的男生 你會不會覺得 你今天親到他是一個很高興的事情 他說不會 我們法國人覺得說 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不會覺得 那我就問他男朋友 說你如果今天親到一個 你心儀的女生 你會不會覺得高興 他說會會會 所以還是會啦 那做習的話 就早上到實驗室以後 大概九點左右 大概同學陸續都來 然後呢 那個 有的人 就只有在辦公室幾個同學握握手 可是有的人就很奇怪 他每一間辦公室 通通都要去每個人都握個手 然後聊個三四句 今天好嗎 昨天幹什麼啊 然後昨天念了什麼書啊這樣子 那就花很多時間了 一個人從早上九點 大概可以聊到十點多 一個實驗室大概有一百多個人 幾十個人 然後他每一個都去這樣子 那 然後呢 大概十點 十一點 就有同學開始站起來說 要不要喝咖啡啊 然後 然後 開始算人數 然後他就開始煮咖啡 煮咖啡 咖啡好了他就叫大家來喝咖啡 開始聊天 然後這個時候 十點 十點四十五或十一點 再回去工作一下 然後到了十一點四十五開始 結果同學說 要去吃飯了喔 然後 去吃飯了 吃完飯以後大概 他們法國人吃飯很慢的 慢慢吃慢慢聊天 然後 吃到比如說一點 十一點四十五分 其實到一點一點多 然後呢 就去咖啡廳 抽菸就抽菸 喝咖啡就繼續喝咖啡 然後 很奇妙的是 到了兩點 他們一定回實驗室工作 這點還不錯 還滿有 還沒有自律性的 好 然後 兩點下午的時候 大概到了三點多 又開始有同學 要不要喝茶啊 要喝咖啡幾杯 然後開始 開始燒那個咖啡壺 然後大家喝一喝聊聊天 然後到了五點的時候 大家一定就回家了 那有的時候到四點多 有同學就說 要不要去喝啤酒啊 那 又有活動 就喝個啤酒再回家 好 這是大概一天的作息 那 我有的時候 都是這樣 我通常八點半都會到實驗室 那如果今天八點半 八點半沒有到實驗室 我超過八點半 會覺得我自己遲到了 那這個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我做的會比其他同學快 這是一個原因 那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五點以後就不在了 我通常五點以後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那就繼續工作啊 繼續做實驗 有一次我記得我晚上十點多 一個人在無城市裡面 那各位要知道 在無城市裡面 都是進行一些比較 比較有一點危險性的工作 一些酸減啊 那最好其實都是要有同學 在那邊比較安全 那在法國的話 完全沒有人 不會有人 那一天我工作到十點多 也很奇怪 我的老師還在那邊 他就跑進來說 欸 還在那邊幹什麼 很危險耶 十點多被叫出去回家 通常 通常如果你在台灣 十點多同學還在那邊工作 你不會在旁邊拍手 那他們那邊不會 叫你回家 它是很危險 好 然後酒 法國酒會是一個很 很特別很特殊的文化 反舉這個 口試啊 你博士班口試 口試啊 生日 退休 還有你 你家的狗生了 通通都可以辦個酒會 那他們就有 就有那個 起司啊 紅酒啊 飲料糖果 點心啊 可以讓你飽的 可以 也可以讓你飽的 東西 通通都有 那每個月 大概都會有一次到幾次的酒會 那 講的事情 比如說口試 博士班口試 就要請整個實驗室的 一百多個人 吃一頓 那通常這樣喝一頓下來 如果是中午吃的話 你就不用去餐廳了 當然你就吃飽了 你下午也不用工作 因為就 頭暈暈了 不用工作 那我同學每次都會看我的臉多紅 就會知道我喝幾杯了 然後 如果是晚上吃的話 如果是五點以後的話 大概 你就晚餐也不用吃 那回家就是睡覺 因為也是醉了 可是有些同學回來以後 還是可以繼續工作 他們酒量都比較好一點 我酒量都比較差一點 那這是一個非常 有一次我到 我到另外一組的 實驗室另外一組的那個 去量測一個 用他們的設備量測一個東西 在那邊工作 奇怪覺得其他的人 這一組的人怎麼通通不見了 原來他們聚集在辦公室裡面喝酒 有個酒會 他們那個組的組長就叫 找一個學生來跟我講說 你現在有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回去 一種就是跟我們來喝酒 沒有辦法 我只好去跟他們喝 他們還蠻喜歡這種文化的 所以才會這樣 這樣處理這樣的事情 接下來是打工 在法國幾乎不可能打工 不像美國聽說 還可以去餐廳洗碗 那可能也沒有人窮苦到說 要去餐廳洗碗 那麼 我有一個機會是在法國打工 去教一個家教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有一個同學 法國同學他不教了 那他的學生是一個職業軍人 他很用功 他因為他是請假出來的 所以他為了他自己的考級 他非得要念得很好 而且他有七小在家裡 他不能隨便亂念 所以說他特別的用功 然後他還請我同學當他的家教 那個邏輯設計 那我同學他不教了 他一定要準備他的口試了 所以他說我要不要教 那我說好啊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學的還不錯 所以我就教他 那那個 其實教的過程中 那個同學 後來他那一科全班第一名 那可能不是我的功勞啦 我不要在那邊沾沾自喜 但是就是 還不錯 然後另外我自己也有收穫 因為我跟他上課的過程當中 他也會教我一些法文 那他就曾經問我說 你知不知道那個 旁壁巴黎旁壁都中心 旁邊有一條街叫做 山登尼街 我說 我沒有注意那個街名 那我常常去 他說那個地方是那個 特種行業的女生會在那邊 我說我旁壁都中心 周圍的路啊 我走了不下十次了 因為每次去巴黎 大概都會去那邊走一走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那些女生 各位都成年了 我可以講 然後 然後這個 他 後來就是有一次 後來有一次我去 跟老師去巴黎 我們那個去結案 要去報告 報告完以後呢 我當然有跟我老師 講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 後來報告完以後 然後 本來要回我們那個城市 去坐火車了 結果 在那個地鐵裡面 本來要往右走的 結果 我們往這邊走 然後我說 你要去哪裡 他說我們去那個 山登尼街看看 他要帶我去那邊看看 他要只是給我看 他很熱心 我們就去了 那 我們就去到那邊 一到那邊以後 就發現他哥哥在那邊 其實也是臭小 剛好他路過 也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巧 剛好他哥哥在那邊 他哥哥是職業軍人 結果我們就去酒吧喝酒 沒看到東西 就去酒吧喝酒 然後 後來喝了大概兩個鐘頭吧 然後 出來以後他再帶我去 真的 真的有看到 平常你不會覺得 他們是特種行業的女生 各位以後去注意一下 就是山登尼街那個地方 你如果注意的話 你會看見 可是你不注意的話 你不會覺得他們是 這個 有機會再去體會好了 不要講太多 所以 我有一個打工的機會 那時候 那時候學 那時候也還賺了 然後接下來是 爬手的問題 巴黎有不少爬手 我自己都碰過 後來 後來有一次 在去巴黎玩的時候呢 我自己的裝扮就 就很像那個遊客 那我手機啊 然後有個腰包啊 手裡有時候拿個背包等等 那很像遊客 那我在電視上看過他們 他們爬手的那個樣子 他們三個人一組 第一個人會去爬東西 第二個人手上會有一條布 就像Waiter一樣 第三個人會去接應那個東西 那第一個人偷了以後 他會拿到這個布裡面去 手伸到這個布裡面去 由第三個人去把它拿走 那我在電視上 因為我看過那電視節目 所以我有印象 那我有一次在巴黎 就碰到這樣的情形 我要上一個 我要上一個那個捷運 那個地鐵 那門開了 我看到裡面很多人 所以我想退後 我去另外一個車廂好了 好像時間還夠 所以我想到另外一個車廂 所以我就覺得後面其實有 有三個小朋友 他們也跟著我退後 然後要去另外一個車廂 那我覺得還好 可是我到第二個車廂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人 手上有一塊布 我就想說不妙 我不要上去 我就退後 然後那三個小朋友呢 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在那邊想說要不要上去 然後最後他們決定他們上去 然後我們關起來也會 他們看 然後結果他們 其中有一個 我盯著他看的那個小朋友 他就一直在捶玻璃 他失敗了 所以各位如果去巴黎 真的要小心 那在那個南部的話 法國南部也有 他們的做法不一樣 他們是那個吉普賽人 在聽說在義大利也有 就是他們會用 婦女跟小朋友 他圍在你的身邊 然後呢 就開始在你的手 會伸到你的口袋裡面去 直接伸到你的口袋裡面去 你背包有拉鍊 他就把你拉開來 手伸到裡面去 因為他們是婦女跟小朋友 所以你又不好意思 推 或者是打他們 那這個時候如果碰到的話 你真的看到的話 你要趕快跑掉 不要讓他們有機可撐 也不用去跟他們 在那邊反而你很危險 你跟一個人在打鬥的話 後面可能就 手就伸進來了 這個要 自己要那個 小心 被偷你的整個旅程 你就覺得很難過 所以說這個 這個處理的話 最好是趕快跑 那罷工的事情 我們剛剛談過 接下來就是這個 買東西 在法國買東西 有一個很特別的 他們有一些東西 他們可以讓你適用 那那個適用的規則是這樣子 就是你只要剪下他的條碼 然後附上你的銀行的帳號的證明 還有你的意見 你產品的意見 寄回去以後 他就在幾個月 一個月以後 就會把那個錢 連同你寄過去的油資 他都退到你的帳戶裡面 那其實退的錢也沒有多少 台幣大概幾十塊 看你買的東西多貴 就看你買的東西多貴 那我自己每個月 在超市都可以找到 大概台幣大概 五百塊這樣的產品 就多多少五百塊 那我反正有意見 我就寫意見 那 有的是說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 他就會退錢給你 那我就寫我不滿意 後來我在看電視 看到真的有人靠這個生活 那個人比我還厲害 他是靠那個生活 他幾乎生活的一大部分 都是靠這種產品在過日子 好 所以各位如果有 要去法國留學的話 以後記得注意這些產品 可以不用寫 尤其像什麼牙膏牙刷 新產品出來 都會有些適用 好 最後是法國的餐廳 法國的餐廳 跟台灣的餐廳 那個上菜方式不太一樣 法國餐廳大概都是 七點半八點才會開門 有時候你太早去 他把你趕出來 他說他還沒開始 台灣都五六點都開門 都已經可以進去了 法國要七點半左右才能進去 我說晚上 然後呢 你進去以後 他就先問你說你要喝什麼東西 喝什麼飲料 那通常這個叫餐前酒 餐前酒我們通常都喝這些甜的酒 那像我的話我都喝那個 那個叫波爾圖 葡萄牙有一個地方叫波爾圖的紅酒 那酒蠻甜的 那個會當做餐前酒 然後呢 你喝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服務生就會拿那個菜單給你看 那如果你去比較好的餐廳的話 就有新等的餐廳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說 女生的菜單上面是沒有價錢的 只有男生的菜單上面有價錢 可是如果你是兩個女生去的話 就不知道 應該是會有價錢 不然你不知道多少錢 你要出多少錢 那那個就是為了要讓 讓男生 是給 他會預想說是男生要出錢 所以說女生 女生的那個菜單上就給你那個沒有價錢 那你買了一個是不錯的餐廳 好 那你點菜的話是這樣 你先點這個沙拉或者是 然後呢再點那個主菜 點這兩樣東西就好了 然後如果你要喝酒的話 你就再點一個酒 就是你主菜要配什麼酒 你就再點一個 就點這三樣東西 還不能點那個點心 所以你去法國的話先不要點點心 在台灣的話是全部先點 連咖啡那個什麼紅茶你都要先點的 在法國就先點到主菜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他就上沙拉 那沙拉跟這個餐前 跟你點菜的時間大概都要 大概10分鐘 所以法國吃一趟一個餐下來大概都要 如果從7點半開始吃 你可以吃到11點 都可以這個樣子 一直聊天 跟朋友一直聊天 那你吃完沙拉以後 盤子收回去以後他再上主菜 但是沙拉跟主菜之間的時間 你大概會覺得是沙拉 你收回去以後 開始洗了以後 他才會開始炒那個主菜 這樣子的準備 會覺得很久 然後主菜吃完 主菜 在主菜跟沙拉的時間的時候 他會給你那個 你點的那瓶酒 如果你主餐 有配一個酒的話 他在沙拉那個時候 他會上來給你 然後他會給那個 你點酒的那一個人 那通常會是男生 男生幾個 他會給那個 選那個酒的那個人 他給你看說那瓶酒 是不是你點的那瓶 那如果是的話 他在你面前把他打開來 打開來 然後呢 他會倒在那個 點酒那個人的杯子裡面 到一點點 一公分高這樣子 我說錯了 他會打開來以後先放著 等大概十五分鐘以後 才會過來 那所以他放著以後 你不要 還沒有 他會過來以後 幫你倒在那個 點酒那個人 杯子裡面 倒大概一公分左右 然後 就要喝看看 喝看看這個酒有沒有問題 如果那個 喝那個酒的人 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那那個 Waiter就會幫所有的人 把那個酒 酒杯都盛滿 那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那Waiter就會拿去換一瓶酒過來 或者是換另外一種酒 看那個點酒的人 要怎麼樣 或者是原來那個 酒莊的酒 他再拿一瓶過來 那這樣的事情呢 退酒這樣的事情 我就碰過好幾次 反正我有 有同學就很挑 那這樣的事情 不是只有在法國餐廳 可以這樣子 就在中國餐廳 他們 那個中國老闆 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酒 客人不滿意 就換一瓶過來 整個法國都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 主菜吃完了以後 才會 服務生才會拿那個 Menu過來 那那個時候 你才點那個點心啊 或者 點 起司 這兩種東西 然後 那 伴隨著你可以點 咖啡跟紅茶這些 然後 這個東西吃完以後 他還會再過來問你 你要不要那種消化酒 那那個消化酒 通常那個 那個濃度 其實點心 點心的階段 也有一種酒 你還可以點 那個是配點心的酒 然後 那個酒喝完以後 點心吃完了以後 還有一種叫消化酒 你可以 那種酒精濃度到 百分之四五十的 那個點火下去 會早起來的那種濃度 看你要不要喝 一小一小杯 那喝下去就非常的烈 你會覺得好像死到整個 好像有點灼熱的感覺 然後 就結束了 大概就可以到十點十一點 然後 同學們就還會說 再去酒吧喝酒 我 我剛開始其實都還蠻喜歡 去酒吧喝酒的 但是我後來就不跟他們去 因為法國的酒吧 音樂放得非常的大聲 根本聽不到同學在講什麼東西 因為 已經法文不好 你還聽不到你在講什麼 然後就更糟糕 不知道怎麼溝通 所以後來我就很少去 再去酒吧 那法國人還蠻喜歡去酒吧 比如說去喝那個 台灣也有喝 那一樣的 就是那個酒杯 拿個蓋子蓋起來 又撞下去 然後裡面有很多氣泡 然後馬上喝下去 然後在酒吧裡面 他們走足球 不知道我的同學有沒有玩過 在那個遊樂場 台灣遊樂場也有的還有 就是每個足球小人 然後你就這樣 那在台灣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玩的話就是 丟一顆球下去 大家都亂打 怎麼打 沒有 只要進就好了 可是在法國不是 我跟他們玩才不是這樣子 他們說 不可以這樣子 每個人都要傳 從你的左手那一根 傳到右手那一根 那個小人 你要傳到 要頂住以後 再傳過去 傳到你旁邊那個 那個 那個桿子上面 要很小心 然後一定要前鋒射進才算 你後面這樣亂打 射進這樣不算 後面亂打射進 他說只能半分 那你要下一球 再進的時候 你那一分才能得到 有這種規則 文化很不一樣 可是我比較喜歡亂打 亂打可以發洩一些心情 好 那 那通常法國的那個酒吧 大概到 就 就消禁 它就不開了 就會把客人趕走 所以還好就到一點 就可以回家 通常是 好 那這些是 我後來陸陸續續 再去法國拍一些照片 這個就是 那麼 這裡 這一條路啊 沿著這個牆壁 走過去的就是那個 剛剛講那個 那個 各位有機會的話 就去看一下 好 那這裡面它有它的 圖書館 那裡面有一些 品 你可以借出來 有CD啊 你可以在裡面聽 那它很有 我很喜歡的是 它裡面有很多 那個米羅的 那那個畫都很大 很大一幅 一個大牆壁 比這個牆壁還大的 一幅畫這樣子 那我們平常看到米羅的畫 都海報一張 比如說 那個 A2啊 A2的size 它那個畫是整個牆壁 那麼大的 那有很多 畢卡索跟米羅的增跡 好 那這個是巴黎鐵塔 我想各位都知道 這一張照片是我去年 去年還是前 我在法國 看他們那個世界盃足球賽 那年世界盃足球賽 剛好是我在法國那段時間 然後我就選擇到巴 那個香榭大道 去看那個世界盃足球賽 那就找一家那個店啊 它有放那個電視的 然後我就一堆人圍在那邊看 那一場是法國對義大利 然後我們就看到一堆法國在那邊 其中有兩個義大利人 因為他們臉上畫那個義大利的顏色 然後 他們兩個人呢 因為是女生 所以大家都 那些法國人就對他們很友善 那只要法國 然後法國進球 他們就說 Yes,Pizza這樣子 Pizza是法國的東西 Pizza是義大利的東西 他們就說 Pizza贏了這樣子 然後 還好他們是女生 不然法國人應該很生氣 那一場後來是法 後來是法國輸了 那大家就在 這些法國人就很 在把那些他們帶來的砲 把它放光這樣子 那 這個商榭大道上面呢 它旁邊有很多巷子 在這些節慶的時候 那些巷子裡面全部都是警察 只要出事了 那些警察就會跑出來 所以你要拍法國警察 只要有節慶的時候 可以拍很多法國警察 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 我還沒有進去看過 不過它外面 這整條街上面 是他們的紅燈區 你看一些成人秀 那 我是沒有進去過 我的朋友進去過 不要笑 是真的 那個裡面的菜單 是說你可以 並不是說你要點什麼東西吃 是做什麼 好 講太多不太好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聖心堂 聖心堂是 旁邊還有一個那個藝術村 你可以買到一些藝術家的畫 有一年 我在這個地方要去看法國的 國慶的煙火 因為報紙上面說 有人傳說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看到法國國慶煙火 國慶煙火在哪裡 在這個上面放 它在上面放出來 後面好像有照片 所以 地方大概 也很遠 是另外一個山頭 說這個地方可以看 那我有一年就去這個地方看 這個前面全部坐滿人 結果當煙火出來以後 大家都很失望 因為被前面那個樹全部擋到 完全看不見 所以以後 不是這個地方 看煙火 會很失望 接下來這個是 叫做 叫做 米歇爾島 這個地方呢 是法國 旅遊密度最高的一個地方 它是在法國 西邊的一個小島 那 它這個地方是有馬路可以過去 可是呢 在幾十年前是沒有馬路過去的 如果要過去的話 要涉水過去 要等那個潮汐退了以後 踩著那個海底降過去 所以你要有導遊才能過去 它要 它規定一定要有導遊 它應用的潮汐時間 才能過去 那現在其實都有馬路 可以開車過去了 那這個地方 上面有一個教堂 那 山路有很多的店家 那有一次我看那個 電視報導說 他說 他訪問那個店家的老闆 那個 那老闆的兒子 他隨便畫 在石頭上畫兩個東西 放在店裡面賣 都賣得很好 可以知道這個遊客有多少 那這個 這個地方是在那個諾曼帝 它叫聖瑪麗教堂的樣子 然後它上面呢 會 這裡 坐前面的同學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人 它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個諾曼帝登陸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傘兵 這裡有一個傘 它就剛好卡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人就在這個地方 一直到現在 他們做了一個模型在那邊 當真的人 這個是我做的一個博物館 叫做奧賽美術館 它以前是一個火車站 在巴黎的市中心 這就是塞那河 那它裡面有很多 羅丹卡蜜爾的生機 那羅丹卡蜜爾是雕塑家 所以他們有 有很多雕塑 比如說這個叫羅森門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修一個營養學分 就是叫藝術欣賞 他就學到說有羅森門 那真的在那邊看到 他就是地獄 好像他想像地獄的一些人 在裡面的樣子 那這反骨的話 都在裡面 我幾乎每一個 在奧賽美術館裡面待一天 每一張作品我都把它拍下來 花了一天時間 那這個就是他 那一天在巴黎 這是國慶日 國慶日要放煙火 這個是在煙火之後 那我那天我是在 他們煙火是在10點 10點施放 放15分鐘 我那天從下午4點開始去那邊等 所以等了 好像在坐飛機一樣 就坐在地上 在那邊等煙火 那他們還蠻有人性的 就是他們會請一些音樂 請一些年輕的那個 在那邊辦音樂會 所以你不會覺得太無聊 但是也很難過 坐在那邊就是等那個煙火 他們就在這個下面 還有這整支的上面 放煙火 然後還有音樂 他旁邊是放 那個煙火配合那個音樂的 那個韻律去釋放 還不錯 可是中間有中段 所以大家都在罵 那這個是法國的高速鐵路 我最近他們說巴黎到史特拉斯堡之間 史特拉斯堡是對面的一個城市 是目前法國最快的一條鐵路 那我前年去的時候 我就去量一下 就是這一支 它裡面有GPS 我去量它的那個速度 那325公里 那我們的好像是開到200多公里 那其實我們的可以開的 比他們這一台快 就是日本的高鐵呢 其實是比最快的速度的 那個世界紀錄是比法國的高鐵快的 但是呢 法國人說它這一台高鐵呢 是世界上陸地上面最快的高鐵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日本那一台不在陸地上 因為它是磁浮式的 所以它不算陸地上最快的 好 這是他們的點心店 那這個 這個是法國的點心 叫マカホ 我自己 我很喜歡吃台灣的這個東西 可是我發現法國的比較不好吃 它做的很漂亮 可是不好吃 很黏牙 想像這個台灣做的會黏牙 它這個會黏牙 太黏牙了 這個是我有一天去海邊玩的時候 一個很吃的東西 這裡沒有人啊 這裡沒有人 我一個人去玩 我叫那個是服務生幫我開拍的 這是我同學 他上個禮拜跟上上禮拜有來 要一起寫一個計畫 那我主要跟各位看的是 我們在一個中國餐廳裡面 這裡有蒸籠 那主要給各位看這個東西 其實我想各位去夜市裡面去吃牛排 那種100塊的牛排都會用這個東西裝 那我就跟我同學講說 跟這個人講說 我小時候都以為西方人吃牛排 都用這種盤子在裝 那結果他跟我講說 我以為你們東方人吃這種 牛肉都用這種東西在裝 他以為這種盤子是我們用的 那我以為是他們在用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這個是在法國街頭 張照片是我後來去 我看到有人在街上彈吉他 我去跟他 吉他借我一下 我拍張照 這個不是當年的我 所以我當初也沒有用這個放大器 那我當年的話就是 我買了 我記得我是在 我在波爾多有彈過吉他 但是那時候生意不好 我就 我後來想到 我覺得不應該隨便穿 我就穿得比較正式一點 穿襯衫 然後穿皮鞋去彈 後來生意就比較好一點 然後還會有那個 國中妹妹來點歌 還不錯 然後後來 後來我 那個 念博士班的時候 那 後來念一念覺得很無聊 尤其暑假的時候 實驗室關起來 要 你不知道要去哪裡玩 那出去就是要花錢 所以倒不如去賺錢 那我就 我就到街上 去買了一支 然後我選 然後選定了一個銀行門口 然後就坐在那邊開始談 一個下午 大概可以賺大概 台幣五百多塊到一千塊左右 兩個鐘頭 大概可以這樣子 那我通常都會這樣 就是找我同學來 我跟他們約好 就是說 四點的時候 在某某的那個咖啡廳 我請你們喝咖啡 我兩點就去彈 彈到四點我就有錢 可以請他們喝咖啡 然後 很 很 這個 他們 法國人會 有些 會推著小朋友 到你面前聽你彈 彈吉他 很欣慰 然後他會請那個 如果他那個小朋友會走路的話 那個 爸爸媽媽會把那個錢 交給那個 小朋友 叫他來 我前面放我的吉他袋子嗎 然後他們就會把錢丟在吉他袋子裡面 然後跟我說謝謝這樣子 他們法國人會說謝謝 他們 他們謝謝你在街上給他音樂這樣子 這蠻特別 然後還會有人 跑出來跟我講說 他在旁邊聽我彈很久了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 在哪裡聽 有的人是怎樣 有的人跑過來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音樂學院的學生 我就聽得很高興 然後還有 還有 還有 還有媽媽跑過來跟我講說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 穿黃色襯衫的小朋友 不知道跑哪裡去 很多好笑的事 還有一個流浪漢 他拿了一個鼓 在旁邊 咚咚咚咚咚咚 很想跟他講說 你可不可以走開 然後有一次我在一個地方談 對街有些人在吸毒 在那邊在吸毒 然後跑過來跟我講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這邊談 很吵 他叫我去旁邊談 然後還有一次是 附近有一個那個 吉普賽的小朋友 在那邊拉那個手風琴 然後拉得很難聽 那我的錢賺得比他多 後來我離開之前 就給他一點錢 那法國人的話 那個 在法國普賽人 有一點危險性 你如果侵占他們地盤 他們有時候會有刀 有時候有槍 就是有點危險 所以我給他們一點 給他們一點錢 免得來找我麻煩 好 今天大概就講到這邊 好了 好 謝謝大家 那我有準備兩本書 等一下問問題的前面兩位 我可以送他們一人一本 好 那我們時間交給主持人好了 那請問誰對陳老師有問題的 請永遠發問 就是陳老師好 我就想問一下就是 您剛剛說你是無聊去賣藝嗎 那就是像他們那種在街紅麥 就是只要你性自然 然後帶著東西去就好 還是說需要像台灣 要好像一種什麼證照之類 因為避免就是道路啊 還有那個周遭環境被佔用 對 就我想問這個 我剛去法國的時候 是不用證照的 後來我去到 大概在1995年 法國巴黎的地鐵 就開始要證照了 我記得我第一天到巴黎的時候 我就在地鐵裡面談了 我談了十分鐘就賺了 大概台幣一百塊 那是我的第一次 那是我的第一次 好 送你一本書 謝謝 陳老師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您去法國的期間呢 就是有沒有遇過英文不通或什麼的問題 還是你都講法文這樣子 他們接受英文 還有就是有沒有遇到種族歧視的問題 謝謝 英文的話 法國在法國可能還通 在其他地方幾乎不通 那除非你是做 除非你是研究科學 你在實驗室裡面 可以選擇講英文 在科學領域大概都 講英文都通 但是你在生活上 你還是一定要碰法文 不然的話你去買東西 你要去辦居留證 辦銀行 辦郵局的等等事情 沒有人會跟你講英文 所以英文幾乎是不同的 那法國人也 他們英文不是因為他們 那個優越性的關係 所以他們不講英文 這點我是非常確定 我還跟很多同學 確認過這樣的事情 我們以為他們是民族優越性 語言的優越性 根本不是 是因為他們的英文講得非常的糟糕 那有一次 同學跟我講 See you so much 我跟各位一樣認住了 你們還聽得出來 我根本聽不出來 他要講什麼東西 然後他問我說 明天英文怎麼講 他們真的英文很糟糕 因為他們的發音 他們不學英文英標 所以他們的發音 根本沒有辦法發 甚至在那個博士班的口試 你會看到一堆 他用英文在口試 可是你就聽到很多的法文的字 因為他根本 那些 智慧根本就是用法文在發音 所以他們英文沒有辦法講得很好 然後 另外一個問題 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亞洲人比較沒有 其實我們比較沒有 那 會有種族歧視的人是那些 北非三小國的人 他們會被種族歧視 那那些人在法國是一些問題 他們在他們的上一代 跟上上一代移民到法國之後 在那個世界大戰之後移民到法國 那他們在做社會比較低階層的工作 是處在一個社會階層比較下面的那些階層 所以他們的子孫 他們的機會也都比較少 那大部分的人都會比較自卑 那那些人就會被種族歧視 那他們也會特別的 特別的喜歡挑起種族歧視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他有一點被給待遇 他就說是種族歧視 不管理由是什麼 他就說種族歧視 甚至在我們科學的領域 都有人這個樣子 也有那些北非三小國的人 可以做到研究員或老師 但是他們的行為仍然會非常的注意 那個非常會提出種族歧視的問題 那些北非三小國的人 這是會發生的 好 那他有沒有同學要發問 陳老師就是 因為法國是少數學 少數國家將哲學列為他們小時候的一個科目 那你認為這個這樣子的措施 對於他們在思考方面或在人生觀方面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和不同 我曾經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我沒有答案 就是說到底是不是 你看到現在的某一些他們不同跟我的反應 是不是因為他學過哲學 我不敢說直接的關係 我真的不敢說這樣的斷論 我不曉得 不過他們真的是有學哲學 就是學一些邏輯的推理 但是我發現 也是有很多人不合邏輯啊 他們很喜歡抱怨 很喜歡抱怨 那個抱怨 就不合邏輯的抱怨 我覺得他沒有道理 他還在那邊抱怨 所以你說他學哲學有幫助嗎 我不曉得 那還有沒有同學要發問 那還有沒有同學要發問 我想問老師 就是我聽說國外都是 研究所都是多個教授指導一個學生 然後就是請問老師的指導教授到有幾個 我只知道老師只有一個 不過就是法國的 如果是我只知道法國啦 法國的話 因為有一些 他們都是用一組當單位的 就像一個系一樣 然後學生是 分享給 某個老師的 有的是這個樣子組織的 那有的當然是學生是屬於某個老師 那我的狀況是 我是屬於某個老師的 所以我沒有好幾個 好幾個指導老師 那有的 有的系 像我剛剛那個法國朋友 他們那一組 學生就給 所有的那一組的老師分享 每一個老師都可以叫那些學生做什麼事情 那就 組織就不太一樣 那還有沒有同學要發問 我想請問一下陳老師 就是現在那個要留學法國跟你那個時候的方式有一樣嗎 還是說有什麼變更 像之類的 OK 你們如果是學士畢業的話就是去那邊念碩士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還沒有聽說過可以去插碩士班20 我還沒有聽過這樣子 不過他們 我想未來可能有機會 這要談 因為他們改這個學制也是去年的事情而已 他們也都還是在摸索說要怎麼樣去去處理一些跟以前不一樣的事情 陳教授你好 我想請問 你當初去法國留學的動機是因為你覺得 就是想要跟別人不一樣嗎 那你覺得你跟那些去美國人不一樣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想法上不一樣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系上 我的個性就會比較說要跟很多人合作 如果你們可以看得懂我的論文的話 我那個作者後面都一堆人 我很喜歡跟人家合作 可是有一些人就會關著門做 那法國人 你可以看得到 我剛剛講說他們的生活 早上是跟人家聊天 然後喝咖啡聊天 午餐聊天 下午喝咖啡聊天 晚上還是聊天 很多聊天的機會其實 除了聊事情之外 其實他們有一堆時間是在聊科學上的事情 不是真的只有在純聊天聊無聊的事情 那那種靈感的激發是我們這邊非常非常非常欠缺的 你看到每一個老師都關在自己的辦公室裡面 哪一個老師去跟他隔壁老師去講幾句話 一天可以講到幾句話 沒有 那相對來講在法國 那個講幾句話 不是講幾句話而已 是講幾小時的話 那裡面只要有幾個靈感可以激發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那這個是 我在我們系上都說 都鼓吹我們要出去玩 那系上應該辦一些活動老師們出去玩 可是我們系主人就說不要出去玩 因為別的系會覺得我們都在玩 就是文化上的差很多 會有衝突 會有一些衝突 那還有沒有同學要向陳老師說問題 陳老師你好 想問說你剛剛有提到說學生會罷課然後公會罷工 有他們在事件過後 他們有達到他們的訴求嗎 還是他們已經 還是問題有沒有解決 還是他們已經變成就是為了罷工的罷工 為了罷課罷課 有的是真的為了罷課罷課 他們習慣上就要罷課 所以他們每一年就會罷課 每年訴求 反正就會有學生會 他就出來說今年訴求是什麼 我們今年罷課的訴求是什麼 而不是說我們碰到什麼事情 我們來弄一個罷課 就完全不一樣 那當然有一些說 人家來倒那個草莓在高速公路上 那個是有 那個不是說無聊就把東西來倒在這邊 我想有的會啦 有的可能不見得會有改善 你說如果真的為了罷課罷課的 就應該就不會有改善 他每年習慣來罷個課 那他可能也習慣說人家不處理啊 那還有什麼同學有問題嗎 陳老師你好 先謝謝今天做精彩的演講跟分享 那我的問題是說就是 我們常常聽到說 有人說法國的生活步調很慢 那老師會不會在剛開始去的時候 就是有沒有 因為這方面有什麼 就是 讓你深刻的印象 或是你自己有什麼 因為這些步調不同 而有了一些比較特別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談 就是說 我們在暑假的時候啊 都會 學校也要關兩個禮拜 不可以做實驗 那 可是暑假很長有三個月 那 我們 在暑假之前 事實上都要做準備 你雖然只有兩個禮拜放假 但暑假有三個月 日子我們還是要工作做研究 那有一些東西會壞掉 那 在壞掉之前 你在暑假之前 就要先去準備好 你要先去修 免得到暑假的時候 那些公司他們也都去放假了 你找不到人可以修 那你通通都要到 以後才有人 常常碰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 有些東西我們要多買一些啊 你這樣暑假就可以工作 不然的話就 只好停在那邊 會有這樣的差異 這邊大家都是希望 業績越多越好啊 可是他們 法國人會以放假為優先 這個倒是很特別的地方 陳老師你好 我想 你在法國那邊留學過 所以說 我想說請問 就是說你對於那邊的學生啊 他們可能就是說 對於上課的態度 或者是他們學校的 學校的課程是怎麼樣的安排 或者是他們 會不會相對於我們台灣的學生 比較國際觀 或者是競爭力這樣子 課程的安排的話 他們有一個很不一樣的事情 是說他們不用教科書 他們大學的老師 不可以用教科書 會認為說 你用教科書是 你沒有再好好準備你的課 這跟我們台灣就不太一樣 那 所以我現在有的課 我也不用教科書 那這樣準備有時候比較簡單 好 那你說 還有什麼問題 你們的競爭力跟國際觀 競爭力跟國際觀 我想因為語言的關係 因為他們的文字跟英文會比較相似 所以他們要去接收西方的資訊 會比較主動一點 那在他們的新聞 譬如說 他們會去談說什麼 伊拉克 或者是什麼 巴基斯坦的這些衝突 那他們的問題在哪裡 但是我們 我們都默不關心 我自己也承認我默不關心 那這種事情 他們在談的時候 他們平常聊天的時候 也會去談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們的同學 連我自己也是 不要說我們的同學 我們自己都 那些台灣以外 美國以外的事情 這個差別很大 他們可以有一些節目 專門在談這個 還可以做好幾集 我們台灣 你做這個節目 就準備虧錢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你要說是不是比較有國際觀 國際觀 我想這點上看起來是 不知道他沒有同學要發問 陳老師就是我想要請問說 就是我聽說就是發文是 世界上相對比較精確的 它不容易有不同的意思 一個字通常都只有一個意思 那世代生活上是不是就 幾乎都不會發生那些 因為一個字不同的意思 而誤會怎麼樣子 還是就 還是會有一些 比較不會有誤會啦 但是誤會有時候 會因為語言太精確而產生 就是 比如說他們 男生的他跟女生的他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那天我同學跟他太太一起來 那我同學跟我講說 他太太去台北玩 可是他用陽性的他的複數 我就會認為說 那個他太太跟一個男生去玩 那本來我 我找了一個法文系的女生的同學 陪他太太去台北玩 那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今天突然變男生 陪人家玩 那原來是我同學講錯了 那這就太精確啦 我們國語說他們去玩的 就他們去玩 你也不知道是跟男生 對 有時候 那如果說 有時候語言太精確 反而會造成誤會 那你說 會不會比較 不容易產生誤會 也可能會啦 就是更精確 你如果有一些法規 你要去敘述的時候 用一些比較精確的語言 比較不容易產生誤會 不過有時候也很難說 就是說 有時候我讀一些規則 我讀不懂 我給我同學看 他們也看不懂 還是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說這法文你看不懂 他說他也是看不懂 很精確就會比較容易了解 可能會變得太難 而不容易了解 有時候會這樣 還有沒有同學有問題 陳老師想請問一下 法國啊 以流行文明嘛 然後那裡有很多美食跟美酒 那你在法國生活的這些年 對你之後的生活 有沒有帶來一些的改變與影響 我比較沒有習慣去追逐流行 我不喜歡買衣服啦 所以 當時我有幫人家去LV去裡面買包包 我在湘西的大道 你們以後去湘西的大道也是要小心 就大陸的大陸客 大陸客會跑來 舅舅需要去想要一個包包 我就是碰到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那個LV呢 它禁止 用現金買的 最多只能買兩樣東西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因為我後來才知道 因為他們那些錢都是黑心錢 他們把這種錢呢 帶到法國來把它漂白成貨物 然後帶回大陸去把它賣掉 變成是白的錢 他們在法國領到那些錢以後 去帶回去大陸去把它換成 換成那個人民幣 賣掉換人民幣 那我不知道他們是這個樣子 後來我就先 我就幫人家買了一個 買了兩個回來以後 就又碰到另外一個人說 他的妹妹說要包包 然後後來他才跟我講說 是因為他們有一些這樣的事情 那 除此之外 其實我沒有去 沒有去 注意那些流行時尚的事情 那你說 對於我生活的影響 好像沒有太大影響 我比較不注意這樣的事情 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有品味 不要認為每個流發就會有品味 不要這樣想 不要這樣的幻想 那還有沒有同學 後面那位同學 如果說是美食的話 美食我覺得法國人規則太多了 我都跟法國人講 那個美食不是只有在餐廳裡面 他們會認為街上的東西是髒的 所以他們都不會去喜歡街上的東西 都會去喜歡餐廳的東西 然後吃飯就有一堆規則 就像剛剛講的一堆規則 他們連去中國餐廳都要有剛剛那樣的規則 你就會開始想 什麼是沙拉 什麼是前菜 他們就是把那個 那個蒸籠的那類的 比如說燒賣那種東西 把它稱為是前菜 然後 然後主菜就一人一盤那個 比如說 香菇雞 一人一盤 然後就不給別人吃 然後就這樣子 就一人一盤 那我每次跟同學去吃飯 我都說擺中間 然後大家一起吃 這樣子 就會分享 就用中國人的方式吃 OK 後面的同學 陳教授你好 我是指管系的張飛翰 我想請問就是 就是你剛有提到就是法國有罷工 然後還有一些路上吸毒 還有一些就是 那種路邊 特種行業的人 那 這個在 都是有違法 或是有違反一些道德 那想請問法國的政府 或是法國的人 會怎麼看待這些事情 我想如果是警察的話 他看到他一定會自止 那 我自己有 一個歐洲一個很大的音樂會 它那個音樂會 可以有三個足球場那麼大 每一個足球場就一個 一個音樂廳 然後整個圍起來 一圈 警察不能進來 除非這個地方的主人 去叫警察進來 那在裡面就是一堆人在 就看到 每一個人就圍在地上在那邊吸毒 在包他們的那些大麻 他們的規則就是說 這是私人的地方 那你 你私人的 私人的隱私是大於 這是公權力 那你 除非我自己 這個園區的主人 去叫警察進來 不然警察不能進來 不然警察不能進來 去干涉任何事情 他有沒有同學要發問 他有沒有同學要發問 你私學位 那 對 相對於你剛剛 兩年半就拿到學位 那 是不是這兩年中間是有 是 他們認為科學 拿到學位的難度比較高嗎 謝謝 你討論的次數跟時間 就不一定 你不一定要 你要什麼時候去跟老師討論 你要約時間 你再去跟老師討論 你可以一個月討論一次 你可以兩個月再討論一次 那相對來講做科學的 你都有 都有進度的 你要跟老師報告什麼東西 在法國其實沒有那麼嚴格 在台灣比較嚴格一點 那在法國 我都其實會主動跟老師報告 我做了什麼什麼什麼這樣子 法國那些同學們 在他們眼中的台灣 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 他們 他們不認識台灣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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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他們經過Made in台灣 然後他們的印象就是 台灣什麼都很便宜 像我同學來 他們第一次到亞洲來 他本來就以為說 來台灣 就要買那個 很便宜的相機 我去年也是一堆 法國的老師來這邊 他們也是要來這邊買相機 買手機 結果發現那奇怪 都比法國來過利 他們就很難了 那 這是他們的印象 他們認為台灣什麼東西都便宜 那 倒是他們會真的會覺得便宜的是 民生消費用 很像我們的吃 就真的比法國便宜很多 大概 在法國 在法國你吃一頓 大概要 大概要歐留十幾塊 到二十幾塊 也就是台幣大概五百塊以上 大概平常在路邊這樣子 可是在台灣 你隨便在學校餐廳 是七十塊可以進去 所以他們會覺得差別 這個會差別 但是就是 電子用品 反而就是他們 他們的想像是錯誤的 不是那麼便宜 那 除了對台灣說 什麼東西便宜這樣的印象 因為他們對台灣其實是不認識 其實看著 有一些人 他反而會很注意一些什麼 比如說那個西藏獨立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法國西藏獨立的那個 那個什麼 協會的會長 那他就每天 就去發傳單啊 不用西藏獨立 那我不是沒有什麼意見嗎 西藏獨立 沒有太大的影響 他就不用西藏獨立 以前我有一個朋友 要申請學校 他甚至他的信 就寄到泰國去 他寫台灣 可是是被寄到泰國去 因為前面是泰國 他有人問說台灣在哪裡 也沒有過這樣子 大家什麼時候 我剛剛請問一下 請老師就是說 去法國留學 那 會做光電的部分 是不是法國這方面 算比較強 還是說 還是說 就直接吸去死人 那如果我們再選擇 除了美國以外 其他學 其他歐洲的學校 去留學的時候 那會不會有哪一些國家 對於 某一些產業 會特別厲害 法國的話 在河南 航空 還有生化產業 是不錯的 是很不適合 在電子產業反而 其實沒有 還有光電其實 沒有非常的強 沒有 沒有非常頂 世界很堅強 通常我們會講說 美國應該會比較強 但是 我會選擇去法國 也會認為說 那邊也是有很多 諾貝爾獎的主 那 總比台灣好 所以 選擇法國 會是一個說明的主張 他的科學成果 不會太長 是想要請問 對 其實 你們好 我想要請問 就是 因為我覺得台灣 其實是一個 就是身學壓力很滿大的環境 然後我想要請問你 就是 在法國那邊 他們對於小孩子的教育環境 是抱起一個怎樣的態度 對 就是家長對於自己的小孩 就會希望他比如說 從小就累積很多技能 然後增加他自己的競爭力 會希望這樣好 謝謝 相對來講的話 法國應該是比較像女的 就是比較沒有注重學學 兒女的特業的問題 性問題會注重 行為的問題會注重 但是特業 相對於台灣就比較沒有那種注重 台灣一直到博士班 你的學費都還是 大部分是婦女在付的 生活費也是 但是在法國的話 你開始念博士 就是你自己工作很獨立的 小朋友就獨立了 家長不會再管你 你住哪裡 你自己房租要住多少 那是你家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 也可以這樣講 法國的父母會比較早要求生 讓婦女去獨立 台灣就比較要等到 你要等到 不念了才是獨立 那是真的 如何 這是家 庭小老師 請問你接下來 你完全 phải 合作一些地方 只照尺 我們的生活步驟比較慢 然後有聊天 像我們從小孩小的時候就一直逼 到現在我們在大學裡頭也被逼得很重 可是我們的成就落後也要那麼遠 所以我們說去法國留學總比在台灣好 那所以什麼樣子讓他們造就 可以慢慢的生活、慢慢的享受 然後有這麼好的 特別為什麽沒話講 但是你剛才也知道 他們在很多像生肖的裡面 怎麼樣造成他們有這樣的成就嗎 我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我沒有很明確的答案 那我覺得有一個答案是跟我們不一樣 就是我剛剛提說 他們有很多很多交流的機會 我們相對的在台灣來講 在學校裡面 在私生活裡面上面 都比較少有機會 跟別的思想的人去做交流 這個機會差非常非常的多 從剛剛我講的生活的作息之外 每一天要好多時間跟人家在閒聊 那那種靈感的激發是不一樣的 另外就是說 你除了靈感的激發之外 你如果要跟另外一個人去做共同做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跟他熟 你要跟人家熟 你要靠什麽跟人家熟 就是靠聊天 那你如果都不跟人家聊天的話 比較少跟人家聊天的話 你就認識比較少的人 那相對來講 你如果跟比較多的人聊天 你就會得到更多的人的幫助 你的手就會更多 那你要完成一件事情 你要完成你的夢想 就會更多 我覺得這個差別相對難度很大 那有人說 他們這麼懶散 為什麼他們成就可以這麼好 我覺得 有一個原因也是歷史上的原因 沒有怪到歷史上 就是我們 在清朝的時候其實就不強盛 那人家那個時候就還 還蠻領先的 所以人家後面要去追趕 當然是比較多的 這也是歷史上的一個包袱 這也不給不強盛的時間 那我剛剛講說 在台灣念書 會比較 在法國念書會比較好這句話 我可能要修正一下 我是想要講的是說 如果真的比較好的是說 你那個差別是在你生存的能力 在法國或者在國外 你每一件事情都要想辦法達到 不然的話 你就是生存不強權 可是在台灣 你在台灣念書的話 你要去註冊 你要去繳個學費 你要去郵局寄個東西 你要去辦個銀卡開戶 你都隨便都可以辦 可是在國外 每一件事情 剛剛講的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細節 你通通都要想辦法做到 包括你要怎麼過去 哪個地方 然後在哪裡買公車票 每一個事情 你都要想盡辦法 想盡辦法是最有效的辦法 可以解決 那那樣的生存能力下來 因為你在台灣 每一件事情都幫人家 幫你做好好的 幫那個生存能力 就會完全完全變 這就是其實也是 有一個 也是這個原因 有的人說 有的人抱怨說 好像你在國外念過書 好像比較容易找到教程 或者是找到公司的工作 那這個是沒有 我想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 你如果在國外待過 你就知道每一件事情 都是這樣的問題 那你成績地練過 你就知道 你會 你遇見每件事情都痛苦了 遇見每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會比別人多一點的機會 去找到很快的解決的辦法 那公司跟學校 一樣的事情 會比較容易 所以 會比較容易找到你的 未來的工作 所以我不會還蠻鼓勵同學 有機會花精靈 花點的時間去外外 去體驗 有一段時間去體驗你生存 我自己大部分 就是真的想要 所以我一直想要 去外面體會一下別人的情況 這個是 你以後 絕對沒有辦法 用隱為續集對消防的事情 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老師 我想請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 文化上的誤會 老師就是跟他們的情侶錯誤 我相信我知道 有在網路上看到說 法國有個參與反對 謝謝 好的 那個排隊的問題 真的 我很難過 就是像我們學校那個 學校餐廳 明明就有一個樓梯這樣上 一個人擔的樓梯這樣上去 上到二樓市餐廳 大家應該在一朵地方排隊 很大的一個保證會排隊 就是沒有人要排隊 大家就擠在那個樓梯口 就是想辦法要我們前進 這樣子 我真的很想要在那個 樓梯口去準備好 請排隊 然後呢 這真的是他們壞情況 我的同學 都說 我們一起去看電影 我們到了電影口 電影那個售票口的時候 大家很多人在排隊買料 我同學經常跟我講說 不要排隊 我們去前面 然後他去前面幹嘛 他去假裝看時刻表 然後就插隊了 所以後來我就不跟那個同學去 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排隊問題是哪一個人重 那 就像 我有一次在飛機場 在等那個確定 那後面 後面有兩個 有一個法國就 就假裝那個 好像在 在查看 人家要排哪一個隊 然後 我後面已經有人了 他就在那邊看看 看通看信 就停在那邊了 然後他的後面又開始排人了 那本來我後面已經排一堆人 那後面旁邊又排了一堆人 然後最後我排完以後 他們就開始吵架 就很難 這種事情很難過 我真的不喜歡這個人 在巴黎比較會毫無一點點 在巴黎的學生餐廳 就比較會毫無一點點 可是在外社 就巴黎以外的地方 就是大家 大家總共請人 想辦法打拐一堆人去 反正他們也沒有看過人家生氣 他們大概習慣了 那讓我們再一次用熱烈的掌聲 先謝謝陳老師 讓我們下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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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